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小馬說 先跟各位久等的觀眾朋友們說聲抱歉 因為小馬這兩個月來都沒有再更新新的影片 現在好不容易要更新了 又要給大家一個非常震撼的消息 就是小馬已經離開我們的房仲業 其實小馬做的這個決定比較倉促 所以還沒有想法要怎麼跟大家來說明這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段時間就比較沉寂一點點還在做思考 剛好朋友找小馬一起出國留學 我們一起來到了澳洲 之前小馬就有待過澳洲一年多的時間 所以這一趟也是算是非常想念這邊的生活 而決定跟著一起過來的 當然對於房地產這一塊是真的有一點不捨 但是又希望自己能在30歲以前有一個新的不一樣的體驗 所以這是小馬暫時放下房地產這一塊的原因 給大家說明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體諒 簡單交代完小馬離開房地產的原因 馬上來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題 也是小馬自己本身在親譜所購置的房地產 今天要不嘗試的來跟大家分享 在分享我自己所購買的房地產之前 要先跟大家打個預防針 因為小馬之前從事不動產買賣 怕說我拍了這樣子的影片 會讓人家覺得小馬的推薦或者是分析是不中立的 所以也才等到小馬已經離開了這個行業之後 才想說可以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這一集影片並不是推薦或者是建議大家 要跟小馬購買相同的不動產商品 只是單純分享本身從事不動產行業 是用什麼樣子的角度來去分析一個商品 然後最後選擇購買 相信每個人的購物條件、購物的想法都不盡相同 也不是說能夠完全的適用在每一個人身上 只是分享我個人的一個購物經驗來給大家做參考 我是在去年的11、12月的時候所購買的 它是位在我們桃園高鐵站商業區的預售案 熟悉親父的朋友有沒有猜到啊 小馬所買的就是畫龍青鳥 畫龍青鳥的預售案它推出的時間呢 是在去年的11月這個時候 當時的房地產就非常非常的熱門 跟它同期的競爭對手有亞新喜來丹 潤龍國家大院以及威君帝席 這幾個比較靠近我們高鐵站的部分 在這麼多出色的產品中 小馬為什麼選擇畫龍青鳥呢? 就讓小馬用重點式的方式整理來分享我的思路 首先要先跟大家說明我購買這一間房子的心態 我是以投資為主、自助為輔的這一個出發點 來去評估我這一個產品 所以接下來看這一個房子的角度 會比較偏向投資的方向 先跟大家分享優點的部分 其實小馬之前有拍過一部買房金三角的影片 來簡單的說明要怎麼樣去分析一個房子的條件 我自己本身也是用這個方式來去做分析 因為是投資的角度 所以我個人非常看重地點的部分 這一個案子呢 它是位在我們高鐵站前廣場的旁邊 商業區的一個地段 所以它的地點條件非常的好 相對的它的單價非常的高 這一個案子呢 也不是說坐落在大馬路旁邊 所以它算是一個自助會比較考慮的一個產品 至少這個產品最後還可以留給自助客 或者是我自己住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位在我們公有停車場的旁邊 再過來一點點就是清浦國小 那旁邊是水利會 以及國泰人壽的大樓 這一個部分對我來說是一個支撐性 因為未來有可能會有更多的商業辦公人口 包含戰前廣場做好之後 都會有一定的人口可以支撐 再來旁邊的清浦國小 也有形成一定的商圈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支撐 這是小馬選擇這一個地點的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當然大家就會說 其他的案子條件也不錯啊 也都是位在商業區啊 它的地點條件可能更靠近高鐵站 例如亞星喜來登、國家大院 小馬怎麼沒有選擇那個產品呢 這就要說到這一個建案本身的設計方向 有別於同期推出的亞星喜來登、國家大院 這一種大型的建案都超過600戶以上 小馬更喜歡畫龍青鳥這一種 200戶左右的大樓規劃 畫龍青鳥它設計200戶分成兩棟 它每一層只有六戶 雖然只有兩戶電梯 但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單純 樓下有設計店面 但是它的大樓的正門是留給住戶做使用 後面才是店面的進出的部分 小馬覺得這樣子的產品比較適合居住 當然不是說喜來登或是國家大院這種產品不好 他們有他們的優勢 走路到高鐵站非常的近 未來樓下會規劃成廣場 製成另外一個商圈 這也是小馬當初非常猶豫的一個部分 最後小馬還是選擇比較保守一點 選擇一個自己可能會想要住的環境 當初也有分析出租的行情 跟投資報酬率的部分 小馬最後決定購買畫龍青鳥A2的戶型 A2這個戶型是畫龍青鳥當中最小最小的坪數 不到22坪 規劃是1加1的空間 室內大約是15坪左右 小馬會選擇A2而不是B2這一個戶型 原因是因為B2它跟旁邊的永利花園 建案是蓋得非常的近 可能只有十米十幾米的距離 我們A2這邊是面對公有的停車場 未來有可能會蓋起來 但是如果你的樓層是買高一點的話 應該是不會被遮擋到視線 再來當然也有預算的考量 現在也都有實價登錄 也不怕大家去查 其實它的均價呢 當時就是在47萬一坪左右 小馬自己也在擔心買在這麼高的價位上 之後會不會不好處理 所以我自己選擇的是最小的這個戶型 有一些朋友可能會說 小馬你自己經手這麼多的不動產 也推薦大家去購買看得到的中古屋 那你選擇預售屋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也很簡單 之前也有說明過 因為購買預售屋 它對於我們的負擔來說是最小的 雖然說一個房子所要支出出去的錢 理論上是一樣的 1000萬那你可能就要準備300萬 這都是一樣的 但是預售屋可以延緩我這個還款的壓力 對於投資的角度來說 我可以不用把資金一次性的 投入到這個房子裡面 按照預售屋的繳款期程 我慢慢的繳 相對來說也比較不會有壓力 這也是我當初的一個想法 大致上講完它的優點的部分 也是小馬購買的一個原因 接下來要講講缺點 缺點的部分呢 更像是本身要承擔的風險 因為我所買的是預售案 只能透過建商所提供的資料 來去評估 尤其現在缺工缺料的環境下 一個預售案完成的那個表定時程 都抓的比較長一點 像這個案子就抓到五年六年這樣子 這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定的風險 因為也不曉得這麼長的時間裡 整體的經濟環境 或者是建商的財務狀況 會不會出現問題 這是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 也是風險值最大的一部分 畫龍青鳥這個建案呢 本身是委外給遠雄的營造 來去蓋這個房子 甚至他的銷售 也是透過遠雄的代銷來銷售 因為小馬沒有親身走進遠雄的案子過 所以也不敢評斷他的案子的 施作品質的好壞 對於小馬來說就是比較不可控的風險 在決定這個案子之前 我也有跟一些經驗比較老道的客戶 或者是同事來做討論 大家討論出來比較不滿意的一個部分呢 也就是這個案子的格局 小馬所買的這個A2這個格局呢 是1加1的房型 很多人覺得這樣子的格局 相對是比較不夠用的 然後在未來規劃上 他的產品定位也比較模糊 他也只有一個單面採光 相對其他的案子可能也不是那麼的舒適 這些朋友也會建議小馬 可以考慮29坪 甚至是邊間35坪的這個戶型 當然最後小馬因為預算啊 等等的因素考量下 還是決定購買A2 這也是小馬要承擔的一個風險 這也是我拍買房金三角 必須要取捨的一部分 我選擇了地點 那格局的部分就相對要犧牲掉 最後一個我想要分享的風險 是關於青浦的整體未來規劃 因為我們畫龍青鳥的這一個位置呢 周邊都已經非常的明確 可以看到水利會 活胎人壽 他是一個支撐 那相對的也是局限了未來的發展性 相較於另一側 亞興喜來燈跟國家大院他們那一邊 都有非常多的空地 也有建商正在做規劃 推出新的建案 這一側比較有可能規劃出新型的商場 店家讓人流都往另外一邊移動 相對於我們這邊就會比較平淡一些些 所以有可能會影響到房價的漲幅 這是小馬所看到的一些缺點跟風險 跟大家分享 畢竟是小馬第一次買房 相信還有很多不足的小馬沒有想到的部分 歡迎大家來理性討論 這一個建案的優缺點 或者是小馬可以更精進的部分 因為小馬這段時間不會接觸到房地產 甚至不在台灣 怕自己的資訊已經過時了 或者是不正確的 不希望影響到大家購物的一個決定 所以這算是 短期內的最後一支房地產的影片 之後會跟大家分享 小馬在澳洲的生活 以及一些相關的經驗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樣子的轉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感謝收看這一次小馬說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1 2 1 3 7 7 4 4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